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五晚上的《数码游目》 我是Tiger短片教师Tiger 身边请来美女Kiaolin Hello 她是米酒鸡扑角餐厅的老板娘、掌门人 对于扑角这个地方很有认识 因为我们讲一讲 《数码游目》今晚是讲《数码游目》 其实外国人很流行的 如何透过一些网上的生意 或者是教班、做市场设计 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生活到 难得请到一个葡萄牙这个国家的 什么都懂的知识库 当然要捉他出来 看看这个地方是否适合香港人 或者其他亚洲人去居住 是 我想先介绍一下这间餐厅 很多朋友都应该来过的 是的 其实我这间餐厅 以前我们在西贡是三年时间 三年之后 就适逢有一个机会 搬了出来尖沙咀 今年应该踏入第四年 社会运动就熬过了 疫情又希望已经去到尾声 继续我们的坚持 我仍然很正确的 希望现在可以继续跟我们好的客户 我们的好朋友可以多个聚脚点 很好啊 这里我们叫做好友饭堂 基本上你上到来 很多人都会认识 互相打招呼 我想有两个原因 东西好吃 第二就是老板娘和Michael老板厨师 都是很好客的 他经常走出来聊天 见你忙 不停到处走 是的 来到的朋友 可能有些人都来过 我们不是酒鸡餐厅 可以留个一 等大家多些鼓励支持 我们的直播多些互动 是的 对对对 还有记得在这里说哈喽 等Karlene在这里 下次都出来聊聊天 拍照 都是很开心的 其实很多人都想 有不同的原因 香港未必是 未必是香港的 就是那些上海的地方生活下 其实葡萄牙这个地方 你觉得是否适合香港人住呢 其实呢 我本人先 是的 我在四年前 我第一次踏入葡萄牙这个地方 是的 OK 因为我老公带我去葡萄牙 是皇室来的 你老公是 是的 他的皇室都知道了 都是几年的事 因为他的曾祖父 是葡萄牙第一任总统 某程度上 他从小到大都是跟他母亲 学煮食 所以就有这间餐厅的出现 是 那 我踏入葡萄牙第一次的感觉 我觉得他的天气很好 OK 其实呢相对来说 其实葡萄牙的天气 是365天 300天都是出太阳的 是 那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原来我发觉到 我去到葡萄牙 我是没有了水种 是 OK 因为他们的天气呢 他们全部都是由北边的风吹来南边的 所以他不是由海风吹上来的 那变成我们的环境呢 在自身那里你会觉得很干爽 是 所以我就很喜欢 OK 但是如果你说在生活指数呢 是最低于香港三分之一 就是你花钱呢 很好花的 OK 现在欧来又跌了 是吧 那更加 买房子好 就算你吃东西好 你简直用那些钱呢 你就觉得是很划算 明白 是的 我们上一集都有一个投票 就是说 如果小弟请大家去一个地方 长住三个月半年 你会选什么地方 那有些人都投了葡萄牙的 是 Michelle也在看 是的 因为大家都想去欧洲 那个感觉好像是 漂亮一点 舒服一点 但是我们所谓做Digital Nomad 都要几个因素 嗯 第一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生活指数要比较低 是 第二呢 上网要快 是 因为很多工作 我们都可能是做Marketing 是 Online教班 是 你如果zoom都zoom不了 就难点开门 是 葡萄牙那边上网是否OK 是很OK的 是 是 其实呢 你不要想着葡萄牙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 是 其实葡萄牙是一个很文明的地方 OK 那还有呢 他的IT呢 他都做得非常之好 是 他们IT的教育 全部都做得很好 OK 那变了呢 我 基本上你去Anywhere 所有餐厅全部都有WiFi 哦 全部都有的 所以是很方便的 如果语言来说呢 说英文行不行呢 我不懂葡文的 是 是 但是我可以沟通到 是 那基本上呢 这一样东西 其实千万不要搞错 你会去葡萄牙 每个都说 哎 是不是全部都是讲葡文 当然 这个mother language 是改变不到的 嗯 不过如果你说用英文 他们改变 可否沟通到呢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 鄉下地方 那当然是差一点 是 如果你在里斯本 是 是 是 完全没有问题 明白 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大家我想 就是建议 刚刚去的 无论是所谓的 Digital Nomad 或者是去旅行 都是去了里斯本 是 因为人要接触 当然是由文明开始 慢慢去 慢慢去进步 去再进入 深入些去其他地方 是 为什么会有深度游 就是这个意思呢 就是因为你要由 Basic 那裏先走 OK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OK 那我听说过 所谓的生活指数便宜 是 是 食物行不行 哇 我一对食 我没有一餐会饿 OK 海鲜 是 一说到海鲜 香港人最喜欢 是啊 其实你吃到整台满了 一个人都不用五百元 港元 港元 OK 例如好像说 我们吃红虾 红虾香港有多么貴 是吧 是 是 是 但是如果我说 我有我手掌 那么大隻的红虾 是 是 我都在说一百元都不用 哇 我想问 你去吃这一样东西 你是不是觉得整件事 好像改变了你的人生 去到你会觉得很满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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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 有 是 是的 是 是 我 有一個中國的飲食廚師 想開店鋪也可能可以考慮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我暫時現在還沒吃到一間好吃的中國菜 期待大家的參與 是啊 那我們去到核心的問題 住貴不貴呢? 即是居住那些 如果你不是在市中心 又不是在旅遊區 我覺得是完全適合的 例如你住一個七八呎的房子 可能你說是租五六千元 港幣 OK的 但是因為你不是市中心 要多久呢?一個小時左右 不用 其實二十分鐘以外的車程 其實那些已經便宜很多了 通常交通工具是有 有地鐵 有巴士 其實我去到時 我一定不會坐的士 我是坐Uber的 OK 因為坐Uber是平時坐的士 不會兜路 不會騙錢 是的 還有禮貌 OK 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欣賞 OK 非常好 但是的士的態度是很壞的 OK 我一般的 OK 那大家去那邊旅行 或者就要注意這件事 是的 所以去到這裏 有問題也可以找Caroline 因為她也是一個葡萄牙的 你也會幫人做移民的 是的 所以我們都是說那件事 先去那個地方喜歡先 先體驗先 如果覺得 咦? 都適合自己的 就再找Caroline問 也可以上來餐廳找個吹水 吹水不用錢 問她和老公一些關於 因為他們都是 我想少有香港人 這麼認識葡萄牙這個地方 其實是的 就算現在市面上有這麼多人在那裏 說葡萄牙移民 是的 那其實為什麼他們都是 很表面告訴你 但實質上 他們再深入一點 去瞭解葡萄牙的生活環境 以及他們的生活 你究竟在那裏 去做什麼 有什麼可以在這裏生活呢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他們的教育 和醫療 究竟 你有很多東西 你需要明白 是的 你需要明白 所以有個地膽在那裏幫助 是的 那今天呢 除了可以請到葡萄牙通 上來分享一下資訊之外呢 那我看到前面有兩塊東西 是的 就是為什麼會製造回來的呢 唉 我都覺得這個是很 怎麼讀這個呢 這個 M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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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高科技來的 是的 我覺得我在上網的時候 我就看到有這件事 OK 因為我經常都需要和我老公拍一些片段 有時要放上Facebook 有時要上Live 但是我發覺一件事 我經常覺得 因為我很難去Zoom 我又很難 我要擺幾個鏡頭 我不是專業的 是的 但是我沒有可能做到 但是我看到上網 哇 好像這部東西 好像很厲害的 但是它又不便宜的 是的 我覺得幾千元 你覺得值不值得投資下去呢 但是我想著想著 喂 你已經沒有得選擇了 是的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我無論如何都要博一夜 是的 買回來先 OK 那今天就可以有一個開箱 就是這個Mivo 是嗎 是的 這樣的開箱 那其實你看這個packing 我之前都未見過實體 就是上網看過 其實它強調 有幾個剛才拿到立的 都幾正 第一它拍到4K 就是一個4K高清 第二就是 剛才Karen說得對 我們有時拍攝都要有一個攝影師 就是做一些Pantyew Movement 它可以透過iPad 這樣鏈就是一個Zoom 鑽就會跳鏡 還有可以鑽出來Pantyew 我們會有Demo 還有另一個很厲害 我自己覺得 我都猜不到有 可以做到一個MultiStream 就是現在 譬如說你做Facebook直播 開電腦就是做Facebook 同一時間去到Facebook Youtube 如果你有Linkedin 就Linkedin 或者Vimeo 這個服務 是要另外加錢的 最基本的 要20-30美金 一個月 它透過Mirror 的軟件 就已經可以做到 我覺得是一個 bonus 的驚喜 我買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那我們很快開箱 看看 好嗎 好啊 看看美不美 好啊 好啊 那 KLine幫我開那個 為什麼你會 基本上 我知道你有東西都買了 這裡 是啊 我沒有吃虧的 因為我覺得 你要買 就買全套 我免得買留一件 我怕我自己 麻煩 那時候 5354 我覺得 我怕我還會不准 而且香港是沒得買的 暫時香港沒有代理 所以我變成 我在美國 你做代理 我沒有做代理 我希望如果大家都喜歡 我希望大家集合一起 我覺得我買了一支不夠 我覺得應該要買兩支 如果用得好 就先集運 然後再代理 是啊 我希望大家一起 可以用一個好的新科技 去幫我們的低能組 可以去做多一些高級東西 不知以為 現在開的這個 其實你不買 這個叫 extension 這個是外置電 這個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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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整個水壺更厲害 其實它這麼小 小的一個拳頭 這個 的相機 這個設計 很有趣 在前面有一些收音 它的底座 是不是這個 是 有一個BASS 這樣就可以扭下去 當然有 Charger 那些基本 一定是跟著 我們知道 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 剛才你說過 有一個磁石 對不對 是啊 那它就 都很硬 做得很實 這樣就扭下去 然後呢 就是這裏底座一扭 就拆開了 這個磁石 它就可以直接 吸收到一些金屬的位置 也都可以收到一些蚊 那裏 如果我們想長一些時間用的 就可以轉到這個 這裏 這個 一進 它就要開啟燈了 很高科技 好像 NASA 那些高科技 那其實 其實 放在桌子 這裏 這樣 就已經做到一個直播了 是啊 那當然 KOLINE又很好 又買這個超級重的 這個 有一顆 上面都是 很重 我想最貴的這個購物 是啊 我覺得真的非常之貴 不過我覺得 都值得的 因為 你要做一件事的時候 第一 我會覺得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令到我很 很powerful 我先用這件事 我會覺得很型 因為我不懂 哈哈 那如果大家觀眾看到 這個鏡頭也是 其實你可以扭下去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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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站在那裏 也要升高一些 那裏 也可以在一些 Pan Tule的角度 那今天我們的展示 就簡單一點 這裏是一個桌子的 我們擺在前面做也可以 可以 可以 我們試一試擺這裏 這樣可以做一個demo 好嗎 是 其實它需要連接一個 Mobile device 例如iPad iPhone 都可以的 我們預先下載了這個 MIRROR的APP 好 好 我們現在沒有連線 這個面板 挺有趣的 KLine 有沒有開過之前 其實我都是這樣打開過 沒有什麼勇氣去實際用途 實際用途 好了 我自己剛才都按過幾下 覺得挺特別的 有幾件事 可以說一說 按了Auto之後 其實你會見到 有一些 我們叫Destination 什麼Destination 就是說 現在你用這個MIRROR直播 究竟去了哪裏 第一 你可以去一張卡 原來那部機器裡面 可以塞一張卡 令到你可以 做到一個 錄影機的功能 但是你現在最重要 做直播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要做直播 那你就可以按 不同的 我們叫 終點 比如Facebook YouTube Linkin 等等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要在Facebook做 你就繼續Login下一步 輸入你的戶口 Fan page 就可以做到 還有最厲害 我剛才就說了一件事 它可以按一個按鈕 叫做Multi Destination 是的 都要你先上個網 同一時間 可以做到Facebook 和YouTube 同一時間做 因為 有一些 我們 我們成熟一些 就玩Facebook 年輕一些 是看YouTube 所以你要兩類觀眾 應付到就可以這樣做 你認識很多人 西裝 律師 會計師 他們兩樣都不玩 可能找零件 也可以做下去 我想說 你看到這個服務 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你外面 我們要做一些Multi Stream Server 一個月 起碼要給兩 二三十元美金 嗯 那這個東西 所謂買回來貴 但原來這個 已經包賣了 那都幾 幾正啊 這個東西 一個驚喜 好了 那去回最厲害的東西 是什麼呢 那它可以 首先 我們就 你看到它分了幾格 是的 我們 首先要做的 就是 我關掉那個 Auto 先 我做一些最簡單的 東西給大家看 那你可以 兩隻手指 撐大 右上角 就立即 出街的畫面 可以嗎 可以放大一點 那現在 有一個Y-Shot 見了我和Caroline 那如果我想做一個更近的 那我只要兩隻手指 慢慢zoom進去 它做到了 是不是很smooth 就是好像一個攝影師 幫你做一個 沒有手震面 我可以的 那就一個慢慢zoom進去 很smooth 譬如 現在是我做一個 講的 今天歡迎大家來到米酒雞 那我身邊的 就有Caroline 那就會 可以跳下去 兩邊可以 一個點一點就跳到 一個很方便的用途 第三 就是 如果我講講一下 東西轉到你 的話 就可以這樣按住 就好像我們所謂的 一個攝影師的 Pan Shot 你覺得今天天氣怎麼樣 其實天氣都不錯 就兩邊這樣說 很帥 這個當然是方便 一些 沒有預算請攝影師 還有有時候 可能我們叫做成本低 這樣做直播的人 這樣都做到 當然他有些很厲害的功能 剛才我們都試過玩的 他就有得人面 找到我們的樣貌 還有一個叫做 like follow 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也挺有趣的 就是說 如果 誰說話 就會跳到那個人 對 對 你也可以按 現在我在說話 但是 你看到他都會跟著我 當他跟不到的時候 會跳回一個 Y-Shot 兩眼都看得到 對 Kaila 你試試說話 對 我也覺得 這部機 給我很驚訝 就是 我覺得很帥 這個是我最滿足的一下子 就是我沒有想過可以 一個鏡頭 好像一百八十度 那麼闊 拍了 然後 他是完全 給你一個 panel 你自己去控制 整個畫面 不覺得我自己好像很專業 嗯嗯 還有我們有時候是 現在我們臨時開箱 是啊 當你在這裡設定了燈 沒有用 其實你不同的人 來到嘉賓 你就可以 有我們叫做 Y-Shot Close-Up 我們講講那個 Production Value 價值是大很多 這樣 所以就是很棒的 那還有少許的 當然 我們這次是第一次用 我已經覺得 很滿意 如果你說 我說前面 今天要介紹一下 我這個咪 這樣 也可以放在咪 那他也會對到焦 嗯 所以是整個 一站式 只要用的手指 捉住 當然 你如果熟練一點 其實一個人都搞到的 看著鏡頭 啊 今天我要介紹 Michael 的菜式 今晚有這個 超級好吃的 燒乳豬 那樣 下回去乳豬的位 嗯嗯 那究竟乳豬有什麼好吃 不如Michael 講一下 那他就上回去 那變了 你已經省下一個 鏡頭的價錢 自己做到這件事 是 那當然要練習 這件事 那還有一些附加功能 挺有趣的 就是 他呢可以 那個聲音 他可以選擇 只是用那個Miro 那部相機的收音 還有可以 用你的iPad 或者iPhone 去收音 有時候你走得很遠 到處走 那其實他都會 收到 那我也都可以 加一個 external mic 就是 Carolide幫我們買 麥克風 那個無線麥克風 可以擠進去 你的iPad 那就可以 用它來收音 所以 有三 就是有幾款 的收音方法 是 那都幾正的 那也都不少得了 大家現在是 習慣了尾圖 那樣 有沒有啊 拍片的時候 都有的 可以選擇一些 高 contrast 黑白 龍色 還有懷舊 那當然 可以局部性 去調教一些光暗的 那譬如 我想要光一點的 那就可以調教光一點 之類 那變了 其實就一白 就是三醜 那所以我們都 怎樣都會 都會漂亮的 那變了是 其實好像一個專業的攝影機 那樣 都有很多的設定 那所以都是 幾 人工智能 所以整個 面板也都不會 很複雜 就是單手也都 操控到 那我就想 最後最後 我們都 demo 一下 它那個 現在我們 教了那個 是有追蹤的 是不是 那就是說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畫面 如果我走開了 你可以到一個 setting 你現在調教 不同的 network 如果我們去 這個 那個 其實你看到我 慢慢 向後 移動 其實都盡量會跟著我的 看到 那變了 那 狗的鏡頭追著你 對 因為它越多 活動 它就會越多 分析 對 很厲害 對 那那個 panel 就可以按照 究竟我要哪個鏡頭 哪個最好的 對 所以我覺得是 要些時間去掌握 我們都 但起碼功能上 就是靠那個鏡頭 在裡面有一些 的 AI 去分析 然後取代了 傳統的 那個 叫做製作團隊 所以都是 挺有趣的 對 對 我覺得挺有趣的 好 喂 Caroline 整個鏡頭 很吵架 怎麼搞 哈哈 原來 它還有一個盒 那這個盒 是它 它可以把全部的東西 它說 可以放進去 但我還沒見過 我還是現在才看 看看出來的效果 什麼樣子 Woo OK 即是有些筍位 對 即是可以放進去 對 你試試 例如 例如 這個是放進鏡頭 OK 是 這是放進鏡頭 放進鏡頭 放進鏡頭 其他一些都是 應該是 是 剛才那個有一個小的底座 是 是 這個是 是 這個是 進鏡頭 那些位置 應該放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 這裏就 放一些小小的 放其他東西 記憶卡 都很帥 那 帶出去 就相信應該很容易 OK 就是這樣 真是 真 今天就 很開心 可以 給Kerline 做我們的嘉賓 跟我們有個很漂亮的開箱 Miro 多謝你的邀請 真的 期待著 Kerline 幫Michael 拍一些很有動感的 主食短片 即是低能法拍攝方法 我自己都會再研究一下 好啊 傳授這些功力給你 好啊 我其實 希望這件事 是幫助我們這些 不是太懂得去 即是真的沒有什麼budget 去做這件事 是 而可以 有一個效果 又不怕手震 嗯 就是這個是我們 平時訪問 你就這樣面對面 當然沒有問題 是 但是如果Michael正在切東西的時候 或者那個菜式 要很多材料 我需要去那個 其實我沒有可能 手去砰下去 是 我覺得我自己未必可以 要練習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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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想我們教書 你可以明白那個概念 但是你應該做回你專長的 是 你廚師 你是做Marketing的 是 如果有些器材幫助你減輕 那個Workload 就去做 我相信一定會幫到一些 就是這件事 我只是用一支鏡頭去做整件事 和我要用幾個電話做Live 是 其實都是困難的 絕對是 是 當然我們遲些會介紹 有一個軟件叫做Switcher 美國人都很流行的 是 譬如你有八部iPad 是 可以開了八部 是 是 但是那樣東西 就等於這個 我覺得有一次 這個就是一部機就做完 是 所以都是幾 幾特別 我都希望這件事 可以分享到 給香港人知道 其實很多人都 我曾經放過上Facebook 大家都看到 這個好像很厲害 其實 我覺得 如果我要放這麼多部手機拍的 我不如用幾千元去投入 這件事 試試看可不可以取代得到 iPhone也有錢的 本身除非你有很多部 是 是 但是我覺得 這件事 我覺得人是應該要進步的 OK 那我們觀察到這些好看的影片 是 是 多謝 那接下來這間米酒雞餐廳 都 有個叫做沙甸魚節 是不是 是啊 其實六月中 就是沙甸魚節 每一年 其實在里斯本 整個 down town 你去到哪裏 它在露天 都在燒著沙甸魚 哇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festival 來的 它有很多嘉年華在裏面 各個在喝啤酒 露天全部吃沙甸魚 OK 那其實 因為現在疫情 開始慢慢都悶和了 那我都希望 我的客人來到這裏的時候 都可以感受得到 沙甸魚節這件事 好氣氛 那來到這裏呢 你找得到我的Caroline 我就請你喝綠色的白酒 哇 那等你們跟我一起 聖略這個沙甸魚節 非常棒 那我們尤其是今集 就講Digital Nomad 是 大家在考慮想去葡萄牙的呢 不要說那麼多了 飛去之前呢 感受一下沙甸魚節 葡萄牙的本地氣氛 是的 還有這裏有很多 靚仔靚女一起去慶祝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可以在疫情裡面放鬆一下 是 一定的 我們一起努力吧 好 那下次見 多謝各位 拜拜